如果以超王的概念來想的話 白色是幽魂玄化 這隻巨神會非常可怕耶 那我們就上 貝利亞最終形態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白神 今天呢 不是要分析戰神 也不是要分析 巴哈姆特 我之前有給各位投票嘛 但是我很抱歉 因為我決定還是先不做那個 因為大家應該資訊都看很多了 所以我決定來做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 B188 DB巨神 的分析影片好不好 那我先說 這支影片裡面的內容 基本上不確定真位 真實度應該有到80%左右 裡面的資訊也不是非常完整 那我前面已經先跟各位講了 不要到時候如果 我講的是錯的話 還有人來講好不好 先跟各位講好 好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我們先上兩張圖片來給各位看 就是我們這次全新的 DB巨神 右迴旋跟左迴旋的形態 那我個人推測應該也是 翻轉式的一個切換迴旋啦 這次真的非常帥喔 這兩張圖都是像 用畫出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真偽性可能大概80%啦 那我們再上另外一張圖 另外一張圖的話是確定100%正確的度 形狀對一對的話 各位可以發現其實是蠻像的 蠻像白色那一顆的感覺 如果以超王的概念來想的話 白色是右迴旋的話 這隻巨神會非常可怕耶 這隻巨神是右迴旋的時候 是有逆刃直接去拷別人 個人覺得蠻可怕的 然後左迴旋的話也是逆刃 因為如果左迴旋是黑色那一顆的話 那也是很可怕 但我個人覺得應該不會這麼可怕吧 都用逆刃靠的話有點 有點太歪過寒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可能有包覆鐵 還有各種機關 看上去下的結構應該會非常之複雜 我個人覺得 這次的巨神話差不多是這樣 因為資訊真的沒有很多 但是我們可以給各位來看一下 之後神槍附贈的裝甲 然後還有巨神的S-Gear 那我們就上 貝莉亞最終形態的話 就是這樣 非常的帥氣 那各位可以看到 二號戰甲的話 改成了神槍的戰甲 類似於神槍的感覺 那強度的話 我個人覺得應該會蠻強的 然後在NX-Gear上面 我身家S-Gear 整個改變了貝莉亞的造型 我個人覺得蠻好看 真的很有魔王的感覺 那我們這裡簡單的 各位補充一下 我在戰神跟巴拉姆特的影片 裡面有講到的 那就是SH軸 SH軸的話呢 是一體成型的軸 然後它是類似於 最初代版本 空擊聲音的那個感覺 就是它打到的 會直接跳起來 個人覺得很有趣 但強度的話 不用想 一定非常的爛 個人覺得 好不好 那蠻酷的 戰鬥中變形 算是蠻有趣的一個設計 然後接下來 馬哈姆特的軸心 MN軸 確定是一個新的軸 類似於QS的設計 底下也是有橡膠材質 會黏住戰鬥盤的概念 實際情況也不清楚 然後剛才忘記講 7號戰甲的話呢 是一個偏重型設計 非常多霉刃 然後10號戰甲的話呢 是一個平均設計 但是也是超多霉刃的 實霉刃的概念 我覺得蠻酷的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 可以幫我按讚 訂閱或分享 也記得 頻道點的訂閱 FV 點讚 和IG 追蹤我 那我是 班生 各位 相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1 3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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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逆転作戦 ベリアルvsファムニル 3、2、1、ゴー、シュー 作戦は大事なのだ